i saw you dancing in a crowded room You look so happy when I'm in love with you But then you saw me caught you by surprise A single tear drop falling from your eyes I don't know why Hi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星星 哈哈哈哈哈哈我到了 今天我就要一个人来吃马路边边麻辣烫 走吧 大家还有新品呢 待会我要点哪个呢 我想想年糕椰子 先在这取个烧鸡 你们那叫这个叫什么呀 我们反正叫烧鸡 他们家牛肉的味道巨多种 但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蒜香牛肉超级好吃 来一把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麻辣牛肉我每次也是必拿必拿 然后其他口味的牛肉呢有什么柠檬的呀 紫浆的呀鲁味的呀蟹黄的呀就一样来一点吧 他们家盘盘菜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V型的蟹柳煮出来是那种牵丝状的来一个 这豆腐做的有点可爱呀 这豆腐做的有点可爱呀 居然是麻将我妈妈肯定超喜欢 再来份毛肚 扫码点餐 给大家看有这些好吃的 他们家的锅底呢29的是经典锅底是微辣的 传统锅底38呢是牛油的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经典锅底 因为它的经典锅底用来打圆汤碟 绝了 来一个冒养花 冒一个嫩牛肉 来一个它的新品高椰质冰汤圆 再点一个喝的三角质 这个是圆汤碟待会锅煮开了呢 加一两勺进来 然后我还打了一个小米辣香油碟 这个辣椒一点点 一点点 冒牛肉和冒脑花都来了 看这个冒脑花是不是超级有食欲 这个冒牛肉呢 上面铺满了香菜蒜泥辣椒面 好香哦 开刀好巴刺哦 现在吃下它这个冒脑花 这个就当做一个餐前小菜来吃 我个人是超级喜欢吃脑花的 脑花好吃的标准呢 就是两个 第一个猪脑一定要新鲜 第二个就是佐料一定一定要好吃 胃口一定要中 来这吃的话脑花应该是一人一副 不要配吧 哦 锅开了 温菜就是去 然后这个腰片呢 它算时间比较短 就时刻注意这一把腰片 这碟子面粉末呢 就是花生碎之类的 这个香的 冒牛肉的味道呢 就是火锅香油味 这把小腰片已经烫好了 给它拌一拌 让每一片都吸收这个调料 太好吃了 煮两个蟹柳下去 把牛肉串串的分一分开 因为它们沿在一起呢 不方便熟 快看我的这个蟹柳 已经变成千丝状了 赶紧捞起来 这个碟是小米辣口味的 这个碟呢 就是经典圆汤的 看这个千丝 超级细汤汁 活满 活满 这香油碟 不止小米辣 蒜泥 我还放了巨量折耳根 把这三样包到毛肚里面去吃 一口 吃两口 新点原汤的换一换 有没有和我一样 特别喜欢吃这个 千丝蟹柳的 太解禅了 太解禅了 脖筍不能浪费 你会拿一点这种脆脆的小鱼管好脆 我觉得一个人在外面下馆子能一点都不孤独 关键看你怎么想 自己吃饭呢 就能想吃什么拿什么 想点什么就点什么 有时候还挺治愈的 说起治愈啊 我最近在B站上面追一部法案叫里林克的小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 截至目前啊 他已经出了四级了 一开始呢 我以为是一部美食治愈舒缓的法案 然后就点进去看了 你会发现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吧 他里面讨论的内容呢 比你想象的更多 继续下一步 牛肚 很好吃啊 对了 这个嫩牛肉还是李林克小管的联名菜哦 嫩牛肉 我又追加了小菌干和广为香肠 煮进去 我的牛肉全部都好了 拔不拔死 拔不拔死 这牛肉煮好 我已经分不清什么味是什么味 吃就完事儿 有点干了 大家看过李林克的小管吗 我最喜欢的是两个字 就是肉汁 串串香这种形式呢 就很适合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 一顿串串香的功夫可以吃好多种 你看 年糕椰子冰来了 看它下面是这种有点像绵绵冰的感觉 融融的 吃冰了吃冰了 这个年头这种串串火锅店 要是没点什么拿得出手的甜品哈 不要再参加混淆 上面是紫米 这个年糕好有嚼劲啊 它这个冰的份呢是蛮小碗的 里面都是用绵绵的冰 没有什么宝藏的馅儿了 该有的都在面上 好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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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肉我咋吃个腻了呀 好香哦 在我们四川嘛 我们家家户户从小小孩也会吃火锅 但我小时候就不喜欢吃毛肚 因为我们小时候能点到的毛肚 都什么绿色毛肚呀 发毛肚 不管是烫的时间短还是烫的时间长 都有 我小时候就只喜欢吃千层肚 刚长大的时候吃到这种处理过的毛肚 比较好掌握时间的呢 我就更喜欢吃毛肚 小军干和广微香肠已经煮好了 小军干和广微香肠 下回来蘸个香油点 吃饱了 现在我就想找个地方摊着 好了 今天一个人的串串到这就结束了 希望各位单身独居的小伙伴们 在来就餐的时候呢 不要感到知处 也不要不好意思 身体是自己的一个人一样 吃饱吃好 我是明香西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